大家好 我是Alice 今天我有一個特別的任務 要帶大家一起去挑戰 話說香港越來越多人用5G 亦都有不少人想轉用5G 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就是很多人都會帶給港鐵 所以我今天會去幾個不同的港鐵站 為大家一起去挑戰一下 找出最好的5G網絡 我們看看第一個挑戰是甚麼 就是下載大容量的檔案 原來就準備了幾部Samsung Galaxy S21 Plus 去試還裝了不同台的SIM卡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試 現在我在深水寶乘今天的第一個挑戰 就是在Google Drive下載一個大大小的檔案 我現在馬上找一個同仁幫我一起測試 先試一下 Hello 雪仔 不好意思 阻礙了我們一點時間 這次的測試很簡單 就是在港鐵站用這個手機 下載一個大大小的檔案 不知道有沒有試過在港鐵站下載這麼大小的檔案 也有的 但其實很慢 不要緊的 這次就讓你親自再試一次 我們這裡有四部不同台的5G手機 那就可能要麻煩你幫我按一按 一齊下載看看哪一部更快 我們數一 二 三 一齊按下載 一 二 三 應該很明顯 很明顯 你知道這部是甚麼電話桌 真的不知道 我開估計 其實這部是中國移動 嘩 嘩 它這麼快的話 真的要考慮一下轉台 真的要想想 多謝你今天的參與 謝謝 拜拜 立即有第二個挑戰 看看是甚麼 玩手遊測試時限 我們立即去下一個站 來到九龍塘 我們今天的第二個測試 就是去挑戰玩手遊的速度 讓我嘗試找一個好像是玩開遊戲的人 Hello先生 不好意思 阻礙你少許時間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5G的網絡測試 想問一下你平日有沒有打開手遊的習慣 也有的 不過很少在街上打 因為街上打都會很折 明白的 我現在手上有部5G的手機 就想你幫我用這部5G的手機 試試玩PUBG 感受一下它的速度 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可以再下一點 你可以再感覺燈 你會不會想知道這部電話是甚麼電話台 是嗎 是嗎 為甚麼 對 其實這部電話台是中國移動的 因為中國移動的打機速度會好些 為甚麼呢 因為它的時限問題 這陣子會相對比較低 你玩起來它反應會快些 所以打機就會爽些 又想不到 這個不錯 謝謝你的參與 Thank you 拜拜 好 我們看看下一個挑戰是甚麼 原來是由FTP上了一個大容量的圖 我們快走 一看就知道這是尖沙咀站 這個站的挑戰就是上了一個大容量的圖 讓我看看哪裏有朋友可以幫忙做這個挑戰 我們等這位先走過來 Hello 不好意思 我們正在做一個5G的測試 阻礙你一點點時間 我可以幫忙嗎 好 好 好 其實今天的測試很簡單 我們這裡有四部不同台的5G電話 我們今天的測試就是要上了一個大容量的FTP上去 那你一會兒可能要麻煩幫我一起按一下 看看哪一部機的上載速度是最快的 好 好像這部比較快點 對 對比之下這部是確實快點的 你會不會猜到其實這部是甚麼電話改革呢 嗯 我看到這個好像是中國移動 其實我也是在用中國移動的 我也在想好不好升級做5G 原來是自己有 那你就真的要快點升級做5G 因為無論你用來上載圖片上去社交平台 又或者是視頻的影片都會流長很多的 嘩 這麼快就完成了三個挑戰了 我們現在去到最後一個挑戰 先看看 原來就是用速度測試5G速度 那我們現在快點走 那我現在在這裡的這個位置 就是中環站和香港站之間的位置 那現在既然在這裡了 我不如馬上找一個圖人 來跟我一起測試一下香港站的5G網絡速度 不好意思啊小姐 好 阻礙你一點點時間 什麼事啊 我們現在在做一個5G速度的測試 那我麻煩你可能阻礙你一點點時間 跟我一起去測試一下哪個台是最快的 快得趕時間啊 很快的而已 那測試很簡單的 那我們其實呢 就準備了四個電話在這裡 那裡面就安裝了不同台的5G的SIM卡 那我們就一齊來用SPEED TAS來測試一下它的上載下載速度 好啊 那麻煩你幫我一齊按一按 那我們一齊按兩部機 好 1 2 3 好快啊 又真的幾快啊 先看看 其實你可以看看它是什麼台 好快啊 不用看啦 這部快很多啊 那我們也看看 其實呢 這個電話呢 就在中國移動香港了 那我們看看它的下載速度呢 就是每一秒就有915Mbps 上載的速度呢 就每一秒178Mb 想不到會快那麼多 那其實呢 SPEED TAS母公司OCA剛剛發表了最新的香港5G網絡表現報告 中國移動香港5G 點逐四季 榮獲全港最快5G網絡大獎 贏了一年 其實真的是實力派來的 好 經過今天幾個挑戰之後 大家都看到中國移動香港5G的網絡速度是怎樣的了 在港鐵站的表現都非常之優秀 無論是上載還是下載速度 又或者是時限等等的 都是非常之優秀的表現 那證明的你就知道轉台是怎樣選擇了 那我們今天的5G速度測試挑戰就來到這裡 下次我再帶大家去不同的地方一起去挑戰國